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鼓励年轻人以投资房地产为努力方向 彭老师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很多上班族很关心 在疫情期间失业怎么办 那么彭老师我想这件这个事情 应该你很多的学生或很多的朋友 的小朋友也都担心 那这个可不可以来跟现在目前比较迷茫的 这个观众来给他们一些意见 失业怎么办 对 其实虽然我个人在职场的40多年来 严格说还没有失业过 但是有被解雇 因为我同时兼差 有被解雇过的经验 然后那时候我刚结婚 然后在补习班教三民主义 可能就是上课的时候批评到国父讲功 真的婚姻 结果下一个礼拜他就叫我不要来了 不用不用来了 那时候我一个月的薪水是收入有三万 补习班是有两万 所以一下就少了两万只剩下一万 我不想算再失业 很多年轻朋友可能不知道这一段的故事 就是说当时候我们这个那个高中考大学 联考的时候是需要考这个三民主义的 所以三民主义呢当时候这个而且老师那个时候 都是戒严时代吗 戒严时代 戒严时代 对对对 所以这个台湾的民主还是有一段 从威权走到这个自由民主 现在大家应该很不相信 会有说这个言论上有这么不自由的年代 那对那那还是回到主题 如果在如果失业的话怎么办 在心理上面要怎么办 对 我在这个失业的议题上 我准备分三个这个主题 小的子题来谈 第一个就是心理建设问题 我觉得这蛮重要的 因为我那时候被解雇以后 我不敢跟老婆讲 对 那那个 失业心理都不会太快活 对 只要是失业心情可能都不好 所以心理的问题 第二个呢就关于经济的问题 也就是 能不能马上过活现金的事情 现金立刻少了 现金流 就从会计上来说 我的现金流量就出 可能就出状况 对不对 对对 第三个呢就要讨论到 就是说那怎么办 对 我是不是要再找 我后来又再找一个补习班 哈哈哈 所以就说找新工作的方法 到底怎么怎么样子失业了以后 当然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怎么找工作 找工作 对对对 那这三个题目 我想很多的这个观众肯定有兴趣 我们赶紧来听一下彭老师 给大家的建议 第一个在心理建设方面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 是 我大家都知道这个前两年有一本非常好的书 而且排行榜第一名叫被讨厌的勇气 是阿德诺 阿德诺 阿德诺的心理学有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不是环境怎么样影响我们 而是我们对环境的看法会影响 没错 所以呢你悲观的看法跟乐观的看法 其实在你处理事情上 以及你在找工作的时候 那是不同的 因为这个我常说能够陪你的就你自己 肯定 谁都没办法陪陪伴你一辈子 你创造的环境最重要的是你自己心理的环境 你要有这满满的正能量 这件事情才会才会比较容易来开始操作 对 所以第一点我觉得最重要一点就是不要情绪 是 事业一定有情绪 怪老板 怪环境 东怪西怪 这种的经理是人情之常 是 无济于事 是 比如说 是比如说这一次的疫情 我相信如果失业的过程里头 有很多的这个员工一定会去怪老板 或者是去怪这个疫情 甚至是台湾的政府 但是呢 实际上我们都很清楚你怎么怪 这个总体经济怪外面的环境 他并没有办法实时的改善你现在目前的状态 对 对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就这点 就是说你怪没用 是 基本上是没用 所以我就觉得一定要排除情绪 我知道这很难 是 我们一般 你如果你在学英文 你就想要叫你深呼吸 可是有时候真的就是要多深呼吸 那没办法 那你没办法改变环境 所以我说第一点一定要冷静 我们自己的看法是这样子 人在这个社会里头做事情常常有成功跟失败 嗯 那成功的时候 因为你心里充满的满满的正能量 所以呢你会越来越顺 或者是说因为你愉快 所以你在滚动的这个过程里头 你的能量积累就越来越强大 但是如果你失败 或者是你遇到不好的状况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们其实很常常 在看员工有没有办法 呃很快的恢复冷静 对 为什么说需要恢复冷静 因为呃这个恢复冷静的时候 你的心里能够停下来说 OK好这一次我们搞砸了 或者我们是失败的 but never不管是什么情况 我们都需要去找一个处理战败的方法 对对对 那处理战败的方法 如果你本身不冷静 你没有办法好好的去衡量 现在你所遇到的问题 那么看来最后的结果 你做出来的决策 会是失衡的 对 因为其实把这个战败的责任归在别人的身上 其实最容易的是 对 而且第二件事情是你周边的人要在安慰你的时候 他很容易用这不是你的错 但问题是不管是不是你的错 这是你要承担的事 所以最重要的东西是赶紧冷静下来 然后给一些正面的思考 那正面的思考帮助自己东西去找到一个清楚的方法 就是我知道我现在目前如何止损 我在这个过程里头怎么补强 我想老师在所谓的心理建设的这一块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所以我觉得正向心理学蛮重要 简单来说 有时候读那个心灵的鸡汤这种书还是有用 是啊 觉得自己比较不这么冷 天天外面的天气比较不这么冷 原来别人跟我们一样 但其实最重要的东西是决策还是要你 所以你必须恢复到这个比较冷静的状态之后 你比较清楚未来怎么走 OK 那对 那老师如果 在除了正向的心理以外 我觉得第三个心理蛮重要的就是什么呢 理性分析 理性分析 什么是理性分析呢 你要分析你的失业到底是结构性失业 还是个人条件的失业 能力的失业 没错没错 结构性的失业就是说 譬如这是疫情 对不对 对 但是结构性的失业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都晓得现在媒体环境不好 对不对 是 特别是像报纸 报纸的这个日渐的萎缩 这个是大趋势你已经没办法 就算没有这次的疫情 其实我觉得像苹果的这些 甚至我们所谓纸媒有些就是会关门的嘛 就是就是会关门 那这已经跟疫情无关了 是是是是 但还有一种情况呢 就是涉及到的个人条件 你要分析 你必须要冷静的对自己的 啊 智慧能力 还技能作为一个冷静的分析 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来说 像我们大学最近都是远距教学 对不对 对 几乎都远距教学 但有些老师就是不愿意学 远距教学的这些技术 是啊 那你想想看 在未来这种老师 可能就可能就会 可能就会被淘汰了 对 当然被淘汰 是是是 老师你在讲这个 所谓的理性分析的时候 我们把它套回来现在的 整个疫情上的状况 其实我们认为 疫情的状况对于台湾来讲 三级的这个 这个封锁的状态 它不会 它不会一直持续 因为大家可以从外面看到 打疫苗是有效有效的 对 如果你现在在看NBA的球赛 你会看到很多观众 都已经不戴口罩了 在美国 现在这个状况 所以呢 它大概是 三个月到六个月的冲击 那么呢 三个月到六个的冲击的 这一块 你就会发现 我们上一集有说明了 有十大产业 有十大服务 所以如果你在你的产业里头 因为这样子而失业 那么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对 那么在这个结构性的问题 你就可以好好的去思考说 OK 在未来这个结构会持续下去吗 因为我们不知道每一个观众 你们所处的产业 我们不可能去主意的分析 但是呢 它是一个清楚的方法论 那如果在这一段时间呢 刚你失业了 但是是一个非常这个蒸蒸日上 或者是你觉得其实它有长远发展的产业 OK 那么有可能就必须思考 为什么在这件事情 这个时间我会失业 不要把所有的事情都怪罪于防疫情的部分 因为这个实际上不是一个理性上的分析 那个只是在对外人的时候 有一个好的借口 这个借口没有办法让你的失业获得改善 所以老师你讲的我觉得非常非常的正确 就是说怎么样子能够去做一个比较理性的分析 分析你现在目前的问题 那也许自己看不见 但你可能会找你的好朋友 或者是你的这个这个心灵导师mentor 去好好的聊一下 明明你的个性 明你的状况 所以这样子的状况 也许有一个正确的态度来面对实验 你才有办法去往下走 更棒的下一步 对 好我们谈第二个就是现金 是是是 一旦失业 是 这个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问题 就是你没有薪水 从前每个月就5号了20号了 钱就进来 对 那怎么办 是是 其实当然从理财的观点来说 你本来就应该有一个翡翠谷水库 不过现在 要看你 看你有没有储蓄 你身上有没有疾难 疾难救助金 对 那现在讲这个有时候又太风凉化了 别人说 是是是 那我们就 事实已经采征了 所以可以立刻检查一下 如果有 立刻检查 可能好 我觉得立刻要检查你的 如果你有会计观念的话 你的资产负债表了 是 你的损益 你都没收入了 不过有些人有奸差了 有其他的利息所得 或鼓励所得 那些 都要做一些评估 然后最后 其实现金 我常常就讲现金为王 真的没有现金 就像人没有血液一样 立刻就死了 所以在这方面来说 现金为王的思考 我觉得在这个疫情 特别是突然失业的情况之下 我觉得有一些是正面的去评估 另外一方面 我们常常说亮露为初 那这个 有些东西你一定要节约了 这个是事在必行 那这个有关于现金方面来说的话 除了储蓄之外 我是觉得你可以好好检视一下 比如说很多储蓄型的保单 是 它可以向银行 直接 对 最近我就看那个电视台底下 它跑跑 跑制 就有跑 就是说你可以 用那个像你的人寿保险 或者是我们所谓保险公司去 温温看 是 因为你可能需要借个半年 对 的薪水 我觉得应该可以度过 因为我觉得这个疫苗应该 以现在的速度 半年后应该可以 是是是 ok 啦 那老师 对老师的方法 我们把它套回来 现在这件疫情 跟这个观众来聊的事情是 呃真的 这个万一不幸你失业了 第一件事情赶赶赶紧 呃算一下身边的现金 还可以活多久 对 那呃这个部分呢 有钱没钱都没有关系 遇到这样的状况 第一件事情在理性的分析的时候 一定要先把你现在的子弹算清楚 你还有多少资源 那呃算完了以后呢 第二件事情呢 是彭老师建议的东西是降低开销 或者是你现在目前把你必要的 这个生活的开销赶紧计算清楚 我想这件事情是这个人类的本能 如果你发现你基本上呃已经没有 这个呃新的这个呃资金的进入的时候 你一定会省吃检用 好那省吃检用呢 不会是只有自己省吃检用 那老师刚讲的非常清楚 呃政府有很多的纾困的方案 对 然后你可以使用你现在目前的一些不动产 比如说啊这个呃可以增加你现在目前 对 然后或者是呃把你现在目前手头上面的 这个呃 这个呃保单拿去做做直接 那老师我其实我自己呃非常非常长的经验 我就说我在创业的过程里头 常常我们会我们会有这样子的状况 所以呢 我我的储蓄方法也很有趣 我的储蓄方法就是呃我大概在我创业的第二年 我就去呃要了一个呃金额每年要缴的金额比较大的保单 哎那这个比较大的保单呢 那当然就是呃就是您说的强迫储蓄 因为那个有一个强迫储蓄 而且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储蓄型的保单里面 他会有直接的功能 对当时当就是稍微可能比银行稍微多一点 但是问题是呃你不用去去跟银行谈你要不要审核 你就回到上面去的就说我要借保我要借 那就给了 所以我们在呃从我创业到现在目前估计20年了 在这20年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东西 就是呃现代的不用进当铺 但是你可以把你的把你的钱借出来的这个概念 这个这个本身我本身就是一个收益者 像房地产也是啊你房地产也是如此你你还清的话 其实你不要去涂销涂销不要涂销 那你就把它改为房贷型的对对对 那你需要钱的时候你就可以从那边拿嘛 对对对所以呃是对于呃不管你现在不失业 或者是你担心失业上的问题的时候呢 这个冯老师给的第二个建议非常非常的重要 而且呃他可以帮你渡过难关 就是你得要去找这个呃现金的方法 那这个现金的方法刚刚说了这个检查完了以后呢 把你身边有的东西你平常储蓄的东西呢 呃去做一个活化 那这个活化让你自己的伤害降到最低 因为他随时可以还回还回去可以从此重新 可以解除你的那个债务的状态 那第三个东西是找找别人来帮忙 就刚刚讲的政府可以帮忙 这个银行可以可以帮忙你对不对 然后这个售检公司可以帮忙你 所以可以检查一下把现金的方式让自己要先活下来 因为呃如果人没有血液基本上就就立刻无法运作 那如果我们的经济生活里头我们的现金缺乏 已经要想方法赶紧把这个这个危险度过 对那老师再下来再下来再来就谈到总要在找工作吧 哈哈哈对总要在找工作其实呢我在思考的时候呢 主要的还是针对白领阶级 是其实蓝领阶级的找工作方法啊 说实话我们也不太熟悉 那我们不能乱讲 哦其实我也知道像搬家公司呢 或者是像这个装冷气的这个大哥们 他们的薪水其实很不错 有时候甚至比比比教授还多的 那但我们是是是是是劳力型的工作 对劳力型的 那我们现在来谈白领阶级 白领阶级有一个问题啊 我们必须诚实的说 很多人都有世代夫虚焦的身段 是是是 那虚焦身段是非常不利于找工作 是在找工作 是 有一个人 我我只要问一个问题 如果你失业你愿不愿意跟别人讲 这件事情就是刚刚所讲的心理建设的 很重要的一个成分 大部分说实在的这个年纪越大越不愿意说 对其实我的学生里面 我我的学生当然包括像你啊 已经过了一半了 是是是是 但是也有就是说为35到45之间的 这样也蛮多的 那这些同学这些学生里面 我觉得很有趣啊 女生比较愿意讲 哇啦哇啦的就讲 然后说啊我现在失业了 我你们要救我 老师这个应该也是社会期待 所产生的性别上的差异 因为大家最后都会想 呃这个男生毕业了以后 就是失业就是他们现在目前的名片 所以呢他们在这件事情上如果失败了 怕不知道别人怎么看 对对 我觉得一定要克服这点 就是说是 其实从这个人脉变现的本书里面啊 对就很清楚的就显示出来 就是说你失业其实不要在你周围的 我们称为强连节的部分去找找工作 非常要好的朋友或者是家人 其实他们都不是找工作的好的 对对对对 相反的这个洛连节 也就是多年不见的同学朋友 其实反而有时候有用 是 与其这样 我觉得一定要拉下面子 失业一定要拉下面子 其实你就试试看吧 哇啦哇啦讲说我现在这次疫情把我弄的 就没工作了你们亲朋好友 大家帮帮忙 是是是 很奇怪有时候啊 在我们的人气关系里面有时候 是 譬如说有学生找我 我就觉得有一点异物感说 多少要帮他去混一下 你看群人我是不是有好多时候 帮我学生去找你 对啊没错 但不一定有机会 对对对 但是还是有很多 但是有还是有很多的合作 不是说完全不会有机会 但是对于别人来讲 比如说老师 你跟我谈 有这个介绍工作 你可能成功几率只有五分之一 假设是20个percent 但是呢 只要你你是那个五分之一那个东西 那你就是从这个洛连节里头 去得到了一个百分之百的机会 对 你因为你你你这边二十分之一 那你找20个人不是就百分百 没有错没有错 这个是这个 我会鼓励各位的这个观众 能够去看一下那个 这个人外变现的这一本书 好那刚刚刚刚意思在聊 老师刚刚在聊的部分 确实我自己也很有体会 就是说我周边的朋友 呃其实在呃我们同街的朋友里面 呃大家都呃有面子上的问题 对那这样子的面子上的问题 其实是一个社会的结构给的压力 但我们就像彭老师刚刚讲的 当你失业怎么办你最重要的东西是心理建设 先把自己先搞清楚 因为如果你不承认你现在有这样的问题 你有多少多强的人脉都没有办法帮上你 因为你把你对别人也不知道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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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呃可以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要求帮助 而且呢非常有趣的一点 就是呃很多的书籍都在说明说 呃人是一个社会群体的动物 当你呃被呃请求说 可不可以帮他的时候 他突然回来往变成是呃跟你同一国 因为他当他答应你的时候 他觉得这一个这一个事情是他比较重要的 因为他可以帮得上吗 那么对这件事情在整个呃社群的 这个连结的过程里头非常的微妙 呃他帮助你他没他可能并没有实质上面的 这个好处 但是他心里的开心跟觉得这样的正能量 这是这是人类在整个行为学里头 非常心理行为学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款 对所以你去求帮助 别人反而更愿意帮助你 对那因为你平常的这个强连结 在你身边周围的时候 其实就整个理性的思考 他到底能不能帮助你 你已经你已经非常的清楚 嗯那对如果能帮助你 你早就回来往去使用的 所以你反而要去找一个 跟你跟你稍微比较疏远的 但是呢他可以利用他的六角关系 帮你去找到更多的机会点 对这样的东西呢 你就会比别人在整个找工作的机会上面 更快而且有一点非常非常重要的东西是当你到了一定 比如像我这样子的人到中年 呃我们现在没有办法再去用 用履历表再去找工作 你那在寻求的这个工作 其实你想要的东西是帮你的朋友 有多少的朋友帮助你 嗯那朋友帮助你呢 这件事情呢你就会发现人到中年的时候 大家胆子打的是团体战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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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当你失业不小心失业了以后 呃别人对你来说跟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是 question你说你怎么会失业 虽然他不讲求职商人不讲他去他会把你的这个履历翻片了以后会告诉你 说什么部分然后与其是这样子不如有人在背后被你背书 你都是说这件事情这个人不错他就是大环境或什么东西他讲出来的理由他其实就是在社会的群里头你得到的信赖关系 对对对那这样子的信赖关系才是人脉变现的精髓 有非常非常多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观众在谈人脉的时候 基本上都会有一些误区 对就是这些这些误区常常会觉得说啊我找到非常厉害的直接可以给你关系的人 但说实在的这些人的人脉比你更多更强他要负责处理要帮忙的人可能比你更多 对对所以不一定有不一定有但是问题是你你现在目前接触的量子要是大的 然后你的你的心里是呃是健康的是正面的 然后你愿意面对这样的问题 然后觉得呃我做什么呃目前都都都行 那么我愿意在整个失业的过程里头我愿意回来让重新来过 或者我愿意比较谦虚的去面对现在目前求职上的问题 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就是方老师这样一系列上讲下来 我觉得这样子的状况就非常非常的适合 现在目前有这样危机的朋友来来来来这个作为学习 或者是作为一些启发的好 方老师找工作当然可能要涉及到换跑道了 那下一期来谈好了 好没问题那谢谢各位听众我们下一期来谈这个呃 转换跑道谢谢欢迎收看再再度收看这个呃 财务老师谢谢大家下期见拜拜拜拜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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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